传统的桌游放大变成环保闯关游戏 新装慈地志工为世界地球日暖身 将环保教育推进校园 在思贤国小举办为其一周的分战闯关 这样子的活动一个礼拜 其实可以让小朋友 都沉浸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我觉得这样子的氛围 就是让他们直接融入生活当中 而不是只有一堂课程的宣导 或者是教学而已 有别于课堂的学习 闯关游戏让孩子做中学引发兴趣 环保概念更为深刻 可能在课堂上 今天我有讲环保 他们就听过听过 可是他们在这个游戏 因为他们还有闯关 闯关就代表着他们会有分数 那有分数有奖品 他们就会更热在采取这样的活动 那也许它可以融入到他的生活中 一举两者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玩游戏 然后你又可以在享受 你就是快乐地学习 这一支是 我觉得很开心 不要乱丢垃圾 然后带环保餐具 然后出门购物的时候 要带自己的带子 就这样子才能保护地球 孩子们的收获慢慢变成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进而带动家人 让延续地球生命的力量 更加扩大 大新闻 折扇美志工 洪乃文 李生旺 台北报道